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收看週一到週五 晚間8點鐘的 就是娛樂就是要健康 我是一佩 趕快來介紹今天我們要 PK親子料理的兩位藝人 首先介紹的是佩琪姐 在哪 嗨 歡迎 歡迎 接下來這位不得了了 她可以說是為了我們就是娛樂 手渡開筋刀 就是還有切菜做料理 我們來歡迎洪哥 觀眾朋友 想不到嗎 我居然來煮菜了 對 好 待會兒去看看洪哥的表現 不過營養的部分 當然是交給我們最好的好朋友 營養師劉怡玲 哈囉 宜佩好 大家好 我想要問一下洪哥 你怎麼會有勇氣來上做菜節目 聽說你從沒做過菜 我本來就沒有勇氣 是因為製作單位他真的好話說盡了 對 他說你還是要有一個好男人給大家看一下 一個代表作 對 我說真的不行 因為我不曉得 我到了廚房之後 我的那個耐性就會沒有了 因為又是柴米油鹽醬出炒的 那邊又是刀子的 然後有時候糖跟鹽還會分不清楚 對 因為沒有人去寫糖跟鹽 一般的家庭主婦就說這個就是鹽 沒有 他現在看滿多的 而且可以試吃嗎 那是因為你們有這方面的那種 特異功能 我就看不懂 這個沒有特異功能 這個都是白色的 我會覺得 進廚房好像是一件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但我覺得今天洪哥真的讓我覺得很感動 因為你為了要進廚房 然後冒著跟老婆吵架的危險 然後為了我們節目還特地練習是不是 對 然後我就跟我老婆講說 那我們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他們說以什麼樣的食材來做一個最簡單的 結果我老婆聽了沒有多久說 好 我們就接了 因為她要負責來教我 但是我不曉得 教的過程當中 居然這麼樣的複雜 真的喔 對啊 因為他備的料 他備的料是很OK 什麼… 但是因為我是一個 比較相信這個食譜的人 因為他給我一份食譜 那一份是我老婆在教的 我看了食譜就說 這個東西要這樣子… 我說它上面裡面沒有放洋蔥 你為什麼要大豬大魚 沒有啦 沒有啦 其實要放什麼食材 都自己調配的啊 她說沒關係 這樣子也很好吃 對 我說 那妳不要讓我那麼痛苦嘛 你就按照他寫的給我就好了 妳就吵架是不是 沒有…吵架 我就走了 妳就走了 我就離開廚房了 算了啦… 看我真的很感動 你竟然敢接這個通告耶 對啊 後來還好 她那天心情還不錯 她還跟我道歉 真的嗎 她說來… 妳來弄啦… 我說妳都弄好了嗎 然後我進去真的都弄好了 然後我就偷偷把它放在一個簡單 這是一種夫妻的情趣 不是 因為她知道我的個性 是很難下廚 要不是妳們之後待會兒 我根本就不可能接這個 好啦…謝謝妳… 謝謝妳 謝謝妳肯來我們節目 緊張得要命 心臟到現在還在跳 好… 待會兒妳會更緊張 好嗎 她要下廚了 但是珮琪應該是平常 我在做料理吧 其實我真的就是都很簡單的東西 就是屬於草的東西 因為我上來台北這麼多年 然後我都一個人嘛 那常年都是吃外食 但是可能是因為現在年紀越來越大 然後你要處女座 越來越養生了 對 越來越龜馬了 對 然後妳就會想說 好吧 那自己下廚 然後也 經常午夜夢迴的時候 就會懷念以前姑姑小時候 做飯給我們吃的那種味道 但是因為我沒有去上課 或是是幹嘛 我就是純粹就是印象中 這個味道可能來自於哪裡 因為我愛吃 我是一個愛吃美食的人 對 所以我大概會知道說 這道菜的形成 它的過程跟它裡面的調味料 或是什麼 我就憑著印象 去尋找那個懷念的味道 還真的都被我弄出來 天啊 我覺得妳今天講這番話 洪哥更緊張 因為妳好像覺得妳自己贏定了 這就是女孩子 有那種對那種色相位 有特別的感覺 就像你們男人這就愛吃 我們就沒有電視啊 我哪知道車子要喝水 我哪知道它會冒陷啊 多好笑 原來是我跟我老婆 去加油 我就開著開車 我就加油 我說 因為我那個車子是柴油的 然後他窗戶壓下來 九五無千 柴油車 趕快就趕快 拒指他 把我嚇死 我說我們車子看那麼久 妳不曉得車子加什麼油 就像妳不知道糖跟鹽是一樣的 到底 樹葉有專攻 對啊 如果今天洪哥跟佩琪 要來PK做料理 我們當然也要看看 我們今天的外景特派員 跟小幫手 幫我們在市場裡面 找到什麼食材來看一下 是的 特派員大卡 怎麼搞的 今天拿到任務卡 但是我的小幫手呢 怎麼等那麼久 小幫手在哪裡 你們一來就很可怕 一直跳... 好囉 草莓 草莓... 草莓嗎 來囉 我要問一下 你們知不知道 我們今天要找的東西是什麼 草莓 草莓嗎 蕃茄 蕃茄嗎 還是草莓 蕃茄 蕃茄 你說 蕃茄 蕃茄 所以你們三個都確定 你們要找蕃茄嗎 蕃茄 這是蕃茄還是草莓 蕃茄 蕃茄 只有妳說草莓 答案就是蕃茄 好啦小幫手 那我們出發去找蕃茄吧 GO 問問... 問問這個帥哥老闆 你們說你們要找什麼 先吃一人一顆 最喜歡的糖 這麼好 一個給你再拿一個 你可以再拿一個 沒關係啦 他好客氣喔 我這個就是專門為小孩子 準備的 搞得今天好像萬聖節一樣 那我們先問老闆說蕃茄在哪裡 老闆 蕃茄在隔壁 最好的蕃茄 有機的蕃茄 走... 我們剛剛吃完糖果 開不開心 開心 你們有找到你們要的嗎 你看 這是它 那我們找到我們要的任務了 三顆蕃茄 老闆我們要買三顆蕃茄 賺100塊 賺100塊 100塊 神訓給錢 謝謝你 謝謝 有了... 有了... 謝謝 大蕃茄跟小蕃茄 有什麼不一樣的你知道嗎 大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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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比較大小的比較小 這個答案有回答 跟沒回答基本上是一樣的喔 但是大蕃茄跟小蕃茄 確實不一樣 至於... 至於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馬上來問問看老闆 OK 好了 那我們要來問一下老闆 大蕃茄跟小蕃茄 有什麼不一樣 你問他 大蕃茄跟小蕃茄 有什麼不一樣 一般來講的話 小蕃茄有人是當水果吃 那也可以配沙拉 可以直接生吃 那大蕃茄的話 做料理會比較好 喔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要知道 我們剛剛挑的蕃茄 漂不漂亮 老闆啊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蕃茄要怎麼挑選 一般這個是牛蕃茄 那這個蕃茄是有機的 所以牠的長相可能沒那麼漂亮 但是牠非常的平衡 第一個牠沒有用農藥 再來牠也不用化學肥料 所以長出來呢 你吃到的東西 那是牠的原味 那一般我們挑的話 牛蕃茄呢 可以挑大概軟硬四中的 軟硬四中 什麼叫軟硬四中 來Rachel你摸摸看 這樣軟的還是硬的 硬的 硬的 唉唷 有一點點軟 可以黏一下 有一點點軟 是 如果你太軟的話 就表示牠已經過熟了 那再來挑蕃茄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地 如果呢 牠是綠色的 這表示牠很新鮮 那如果說已經乾了黃的話 可能就是沒有不那麼新鮮 喔 所以還要看這個地頭 知不知道 所以你們知道挑好的蕃茄 要挑這個是什麼 綠綠的 對 沒錯 沒錯 你們有聽過一句話嗎 番茄紅了 醫生的眼就綠了 所以今天我們挑了三顆 成功的番茄 我們大家一起對著鏡頭說成功 1 2 3 成功 YA 好 我們今天的特選食材 就是番茄 因為番茄大家其實都很常見 而且最常見的料理 到外面一定都可以喝到 番茄蛋花湯 可是你不要小看 番茄蛋花湯這道料理 聽說它還是個養肝的料理 飽滿圓滑的番茄 含有豐富維生素和礦物質 有助於保護心血管 護肝 抗氧化 能來做料理最簡單的番茄蛋花湯 記住比例 一顆番茄一顆蛋 番茄切片後 首先關鍵步驟 因為番茄裡面有 茄紅素和維生素A 那遇到油才會釋出 我們比較好吸收 番茄過油熱炒這個動作 釋放出番茄中 脂溶性營養素 讓茄紅素更利於人體吸收 接著打蛋下鍋 在湯鍋裡才刺破蛋黃 讓雞蛋部分呈現雙色 邁向更好 做番茄滑蛋也很簡單 一樣先炒番茄 不過料理達人小佩波 加點碎漿更能提味 另外在煮滑蛋的時候 雞蛋加水炒至七分熟 番茄是天然的鹽還有芹菜 那炒菜的過程一定要記得 鹽要少 除了煮鹹的 番茄汆燙後剝皮 再泡到糖水裡 靜置冰鎮六個小時 就像餐廳大廚端出來的 精緻小點心 還有古早味吃法 受番茄切片沾砂糖 房間流傳是指殼話潭的偏方 番茄被列為健康水果前三名 在家也能動手做 三分鐘滿桌番茄料理就上桌 記者董優俊少玉米特別報導 這樣這則新聞看下來 番茄很厲害 所以健康食物排牌第三名 番茄到底有什麼樣的營養成分 其實我們剛剛看新聞 番茄有分兩種 一種是大番茄 一種是小番茄 對 我們一般如果做菜用的料理 通常大番茄 它是蔬菜類的 牛番茄類的 對 牛番茄 一顆大概只有25大卡而已 所以它熱量非常的低 我們通常會鼓勵說 你可以多吃沒有關係 另外小番茄它是屬於水果 水果確實它的糖分會比較高一點 通常20顆我們稱為一份水果 大概是60大卡 所以相對的熱量也會比較高一點 但是它們兩個同時都具有 所謂的Beta胡蘿蔔素 所以其實大番茄 你可以適合入菜用一點油去炒 它提升它的維生素A的吸收 小番茄怎麼吃 小番茄建議飯後吃 因為飯後吃 其實你餐中有吃到油脂 對 然後你在吃小番茄 小番茄維生素A也可以被吸收 所以其實它們都可以這樣吃 因為我覺得番茄料理大家都不陌生 有常拿來入菜 不過我有聽過說 坊間有一種叫什麼 番茄減肥法是怎麼回事 對 很多人用番茄減肥法 怎麼回事 這也是我們營養師推薦的 很多人用番茄減肥法怎麼回事 這也是我們營養師推薦的 對 推薦的嗎 怎麼做 通常如果在夏天的時候 我們會建議就是說 因為夏天其實要多一點水分 番茄其實水分很高 我們會推薦用大番茄來做減肥 比如說你是屬於那種 每次減肥都好飢餓的人有沒有 中間空檔你要吃什麼 就是吃蔬菜 對 所以你其實一顆才25大卡 你吃個三顆也不到100大卡 然後就會飽了 對 就會飽出感 所以你可以在餐跟餐中間吃大番茄 或是你在餐的吃飯之前 你先吃一顆大番茄 等於是說吃一碗蔬菜的概念 再來吃飯就吃比較少 不過有一點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像我們南部 我們台南跟高雄 我們吃那個大番茄切盤有沒有 我們還會蘸 薑汁醬油 我知道 而且我們不是要吃那個番茄 我們主要是要吃那個薑汁醬油 你不要吃完一整盤以後 吃掉一整碗的醬汁 你反而會更胖 對 很好吃 還沒吃過 怎麼可能沒吃過那個好好吃 我只有蘸過砂糖 我們也吃過 高雄我家也是住高雄 我從小也是吃那一種 它醬油 薑跟糖跟有一點醋這樣 對 其實還滿好吃的 滿好吃的 但是為什麼要這樣子吃 其實有它的道理 因為大番茄 它是屬於比較冷一點的水果 人家中醫在講它比較冷 所以通常如果加一點薑 其實它會比較溫暖無味 對 好 既然番茄有這麼多好處 然後對健康也很好 兩位藝人今天就要用番茄來做料理 佩琪姐今天端出什麼菜色呢 這個是好看又好吃 營養滿分的焗烤番茄粥 我看這個外觀我就投妳一票 是啊 太漂亮了 跟我本人是差不多的意思 真的 感覺就是美女會做出來做出來 對 色香味俱選 洪哥你什麼臉 不是 妳說妳要投她一票 那我就不能再拿出來 妳不能反正翻出來 我也說我投妳一票嗎 對啊 我們可以救妳的人 可是我覺得妳看她的眼神 比較誠懇 妳看我就覺得 真的嗎 不會... 但其實我們都很敬老尊賢 妳看出來我們 妳翻翻看... 洪哥一定要做什麼料理呢 番茄海鮮燉飯 這感覺就很有內好 這個人要投妳一票 好厲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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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太浮誇嗎 我整個好像我在公車上面 大家要請我做博愛做的 為什麼對老人這麼尊重啊 不是 我們真的是要對第一次下廚的人 要給他做一點鼓勵 鼓勵 對 問題是香片這麼好吃 做出來不見得這麼好 真的喔 沒有人要努力 對你有信心 真的嗎 好 我們趕快來介紹 四位可愛的小幫手 也是我們的小小美食家 我們來介紹Ran Yeah Roy Yeah 好Rachel Yeah 還有Jasmine Yeah 好 歡迎四位小小幫手 趕快去我們今天的明星親子料理PK賽 洪哥今天絕對不是來騙通告的 因為他要做這個番茄海鮮燉飯 在家練習過超級多次的 你今天這道料理 你練習過那麼多次 你有幾層的把握 其實老實講 這個我是有失敗過 滿多次的 不小心有失敗過一次 真的 對… 因為這道菜其實非常的簡單 非常簡單 怎麼還會失敗呢 我們來看一下食材有什麼 好不好 來… 米一杯 鯛魚片一片 牛番茄兩顆 去骨的雞腿肉一片 紅喜菇拌包 鹽巴適量 黑胡椒適量 橄欖油適量 其實這道料理你知道 網路上非常多人在分享 你知道他在幹嘛嗎 他在幹嘛 他現在在確認食材 你每天一個 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 這是什麼菇呢 這個 紅喜菇 我真的有做好不好 你可以玩 這是什麼 鯛魚片 鯛魚片對不對 對啊 對啊 我做這道 其實我真的做得很熟悉 好 真的喔 程序我都背得很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把大字報撤掉好不好 不要大字報 看那個紅哥的程序背口 好 來喔 有膽 撤掉… 他現在要以老賣老 我真的有做過 那你來告訴我們怎麼做 其實一開始 我這個菜名叫做 番茄海鮮燉飯 我們知道 一聽到海鮮燉飯 你就覺得那個飯 就是很適合這個 比方說年紀大一點的 沒有牙口也可以吃 小朋友跟他去 因為他有甜甜的番茄香 對 番茄我們一開始做的時候 要把它畫十字 是 把這個地藝把它拿掉 好 地藝拿掉 我現在開始要做那個 過程了對不對 是 對啊 然後在後面要切個十字 是 在屁股先切一個 你知道為什麼要切十字嗎 因為你番茄在蒸熟之後 它就從後面那個屁股會裂開 你就可以很輕易的 好聰明… 真的 你真的是很厲害 對 大哥 我有在做菜 有啊 下一個要幹嘛 沒有 下一個人其實我們 因為我們是用電鍋的內鍋 對 真的 因為電鍋內鍋不是這樣子 我們只是要讓這個 觀眾朋友知道說 這個透明鍋 讓大家說那個程序步驟 了解 這樣看得出來 因為內鍋會看不出來 是…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把一杯米 一杯米 我就把它倒下去 好 然後很簡單呢 就是把這個番茄放上去 我們就做個示範 屁股朝上 放下去之後 所以我們就是把現有的食材 按照程序的先把它放下去 你這個不是在騙通道 你這是什麼 我後面還有耶 還後面還有耶 對啊 先把這個紅喜菇 先把它攀上去 你看到這個畫面 不覺得很荒謬嗎 你是在種植栽嗎 沒有 只把放上去就好了 怪要怎麼放 你現在插花對不對 不是啦 就是這樣放進去 因為那時候 我們在學食譜上 他也是教我們這樣子 只是後來要做一些比較 然後你現在要把鯛魚 放進去對不對 沒有 鯛魚要切片 要切片 好 來... 來喔 對... 來... 來 鯛魚切片 其實鯛魚它有的時候 它有一些紅色的那些什麼 比較會有發出魚腥味的 要把它處理掉 什麼 紅色的那個... 沒有... 大哥 現在外面買的鯛魚片 都長這樣 對... 我那裡買的有 我那裡買的有把它處理掉 真的 真的啊 你確定你買那是鯛魚 那是鯛魚 我鯛魚跟鮭魚會分不清楚嗎 你一定分不清楚 不是 因為你知道外面 現在買來的鯛魚 退冰之後就是這樣 對 就是這樣子 對... 他說我們那裡買的一個更一樣 你買整隻的鯛魚 好... 那你處理的時候 因為有的時候 這個魚肉可能是比較爽的 對 所以你不要把它整個放下去 對 你還是把它切成小等份這樣子 這大概10公分這樣子 你手裡刺 你可以斜切啊 斜切會嗎 我真的不會斜切 真的喔 沒關係 這樣也很好 這樣... 這樣子斜切 對... 稍微一點點 魚肉多吃一點沒關係 沒關係 健康 因為魚肉裡面 有Beta胡蘿蔔素是不是 沒有 魚肉裡面 魚肉... 魚肉裡面有 杯桃胡蘿蔔素 沒有 魚肉裡面有什麼 它是有蛋白質有心 幫助小朋友成長 有DHA 對 有DHA 有DHA 杯桃胡蘿蔔素 都來了 對 有那個番茄 紅哥 這個是有的是不是 對...番茄 好 這個我們就先把它放著 我們先不要放上去 觀眾朋友注意囉 紅哥要來處理雞腿肉 來注意他怎麼處理囉 因為我昨天跟我太太那個 在做的時候就發生一點爭執 對 什麼爭執 因為我按照食譜上 他是講我說去皮去骨的雞腿肉 對 那我就很堅持說 一定要把皮去掉 對 他說不用 你爭熟的時候再去掉 我說可是人家上面 就是叫我一定要去掉皮 對 你為什麼不聽我的話 把皮去掉之後 我們再下去切呢 你們就為了要不要那個皮 在那邊 不是 因為我要告訴大家說 因為它上面是寫說要去皮 那我後來我真的沒有辦法 我很生氣 我就按照的方式 就不去皮 好 那我們來聽聽營養師怎麼說 有沒有去皮有什麼差別 其實有沒有去皮 皮就是主要是油脂的來源 對 如果你這一道菜沒有放什麼油 其實用雞肉整個不要去皮 其實都OK 對 但是如果你等一下要放橄欖油的話 那可以去皮 不過最後結論是 如果洪哥你第一次下屬的話 我建議你不要去皮好了 我怕你會割到自己的手 真的喔 我要看他去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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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朋友你看看 有沒有去皮需要時間性 所以我們絕對不去皮 什麼啦 什麼啦 這個皮黏得很緊 沒關係啦 皮黏很緊 對 它皮跟那個肉黏得很緊 要不然妳要用濕的嗎 其實如果說 還用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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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啦… 如果說或者是 如果你不會用刀子去皮 像我剛開始的時候 我都是用小剪刀 剪刀啦 慢慢剪也可以 然後我這個皮要幹嘛 先放旁邊 就放旁邊就好了 對… 完全說那個皮要把它放下去 然後這個 我發現它 它變得 我好想要離開這個座位 我覺得好危險 好恐怖喔 然後就切塊嘛對不對 切成雞塊嘛 對不對 對… 切成雞塊 切成一塊… 你是真的不會做料理耶 不是 我是為了你們節目 因為我真的很少 因為我知道我這邊一定會 把很多的食材弄得很亂 你現在要用葉教授的口氣 來分析你做這道料理 是的 各位現場的來賓 與電視機密集的觀眾 大家平安 稍微說了一款很好 一油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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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油膩 所以在我們生活當中 你以食為天 但我們吃飯的中間 你要知道什麼樣的菜 能夠符合大家的期待 就是要自己親手做的菜 才會符合大家的期待 所以我真的不希望大家出去外面 買了很多的成品 所有的事情 都必須要經過自己的雙手 來做出來 不管好吃也不好吃 你看他都不想聽耶 我們把雞肉牽成一小塊一小塊之後 然後呢 而且因為我經過去題了 對 所以像我那一天弄的就是 比較大塊一點 因為現場有小朋友 他那個比較小塊一點 可能他比較好入口這樣子 雞肉他是屬於在所有肉裡面 他算是高蛋白 然後油脂比較低一點的 他今天剛好用了兩個 都是優質的肉類 一個是魚肉 PHA EPA很高 一個是肌肉部分 他又可以適合減肥 今天剛好用了兩個 都是優質的肉類 一個是魚肉 PHA EPA很高 一個是肌肉部分 他又可以適合減肥 所以其實要用兩個肉都很好 如果兩個分的話 這樣就太多了 對 我覺得還是拿一半就好 對 我們就把這些 就把它擺盤 就把它擺上去 真的啦 好 擺上去 擺上去之後 因為這個肉 有些雞腿肉上面 它會有一點雞的腥味 對 所以我們還是要把它處理這樣 好 來 全處理 你要加什麼 加一點鹽巴好不好 好 好啊 分一下鹽把它撒不撒不撒 撒不撒不撒 好 光撒鹽巴 你不能這樣子倒下去 這樣會撒不進去 我們知道 你一定要這樣子 這樣 有沒有 很像專業的有沒有 有 玉油會進來 再撒一點 太鹹了 不會把它吃一點腥味 我怎麼覺得我們今天現在紅老人 有沒有 紅老人家 這個就是胡椒鹽 好可愛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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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後可以掰 掰一堆那種不會煮菜的男生 來這邊PK 很多 很多 你會氣死 這節目超有效果的好不好 好 然後咧… 來看看那個 魚有沒有 我們在釣魚 我剛才再找一下 再把它鋪上去 再鋪上去 對 鋪上去 我覺得很感人 洪哥今天就來這邊 現場展現他有練刀功 沒有啦 真的沒有刀功 因為我覺得我是個可以 培養的人才 OK 對 我可以培養成一個 很好的大廚 OK 還沒有… 當然還沒有 因為我們水還要加 所以加四分之三杯的水 好不好 你看 加水它也是個學問 我就直接把它加上去 加水有什麼學問 就來 你就看到水會滿出來 好了 OK了 為了要讓那個色澤 比較好看一點 我們加一點橄欖油 只是為了讓色澤好看嗎 當然不是 為什麼要加橄欖油 為什麼要加橄欖油 為什麼 其實因為本來它這個料理 其實算是均衡料理 所以我們可以 用一點橄欖油下去 有的像在外面的食譜 其實它不用橄欖油也沒關係 因為它本身 其實就已經有油脂了 所以要不要加比較好 其實又加會比較香 它的飯煮出來 它會比較香一點點 太多… 真的嗎 還沒有一點點就好了 真的嗎 好了… 好了… 好 就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放到外鍋去了 對…番茄海鮮燉飯 燉好之前我們來看一看 一個小嘗試要考考大家 洪哥你先幫我回答 其他人都先不要講 沒有… 這番茄真的不熟 怎麼樣的情況之下 食用番茄 是大番茄 對身體沒有益處 反而可能有害 A 食用未成熟的番茄 B 加食用油調理烹飪 C 打成果汁但不過濾果渣 洪哥請回答 1 未成熟的番茄 就表示都還沒有熟成到可以吃 它裡面有很多的毒素 真的喔 真的… 真的喔 你有沒有聽過嗎 那個番茄跟那個… 醫生的故事嗎 不是…番茄吃螃蟹配在一起會中毒 蛤… 蛤… 蛤子嗎 蛤子才會中毒吧 蛤子 對啊 螃蟹配蛤子會中毒 然後解毒要吃雞食白 對… 對… 農民力上第一條 對… 是蛤子 蛤子跟番茄長得很像 蛤子哪有跟番茄長得很像 蛤子跟番茄像不像 超級不像的 可是顏色不一樣 一個紅色 一個橘子嫩 好 你不要再鬧…大哥 我是不是答對了 恭喜你答對了 同理可證 好 問一下為什麼 其實沒有毒素 沒有那麼嚴重 為什麼蛤子會有毒素 蛤子也不會有毒素 蛤子是因為本身 如果它沒有熟的情況之下 如果吃太多的話 它會在胃腸中會凝結成 難消化的那種 就是有點像生物鹼的東西 但相對的番茄 我先講一下 番茄這一題答案確實是A 為什麼是A 因為沒有熟的番茄 其實它是呈現綠色 然後硬的對不對 對 如果這時候 如果你是像家裡有小朋友 或是老人家屬於消化不良的 它裡面有所謂的一種 生物鹼這種東西 但它不是毒素 它是會讓你吃完之後 可能會覺得胃不舒服 或是胃腸蠕動不好 如果吃大量會容易有噁心嘔吐 對 以前有一些案例發現說 吃太多會昏迷 可是那個都是個案 對 但是現在有一種番茄 是那種類似像Okea那種 有沒有 它有一點是 它有綠綠的 它有綠綠的 但它永遠都不會變成全部紅色 那個其實只要稍微放軟 其實它雖然帶綠 它還是可以吃 洪哥你剛剛做這個之後 放到外鍋 然後呢 然後就要拿出來 你外鍋要加水啊 這位大爺 已經都加好了 我們也只要負責把電鍋的那個 因為製作單位都幫你加好了 沒有...我在家裡也是這樣子 加好... 放進去之後 然後就把它吸了啊 吸了就等它 等到它自己跳起來啊 跳起來之後要悶嗎 大隻寶 跳起來之後 要悶個5分鐘 悶個5分鐘 沒錯 要悶個5分鐘喔 為什麼要悶5分鐘呢 因為要... 因為要讓裡面那個 水蒸器 對... 熟透一樣 謝謝... 好 那個跳起來之後呢 悶5分鐘 讓番茄熟透之後 我們來看看 你悶完5分鐘之後 變得怎麼樣子 它悶好之後呢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了 對 那接下來有一個 很重要的步驟喔 因為我們的番茄 是屁股切了一個十字 直接下去... 直接下去處理 對... 但是因為番茄皮吃起來 會有一種硬硬的 對... 而且好像有點渣的感覺 對... 你要怎麼處理呢 就拿起來就把它剝掉啊 應該不是這樣子吧 不是... 我們就看一下大字報 大字報 大字報 用番茄 就是我們把這個已經做好了 對不對 對... 把它裝在這個碗裡面 對 然後就把它壓碎 讓它們均勻的攪拌在一起 是 不是... 先把它壓碎就好 你先把它壓碎 你在裡面就可以壓碎了 在這裡面壓碎喔 對... 真的嗎 可是我在家裡面 是真的把那個番茄皮 剝掉之後才壓碎 也可以... 你可以把番茄皮 你看像這樣子 對... 番茄皮蒸過之後 你其實旁邊這樣子 它很好把它拿起來 你就可以這樣子 然後把番茄皮給拿起來 有沒有 番茄皮取下來之後 把它去掉之後 你就可以用那個飯匙把它壓碎 壓碎 對... 把它壓碎 讓那個湯汁出來 對... 你看一下... 它整個湯汁整個爆漿耶 對啊 有沒有 還有雞肉的香味 全部都和在一起了 其實這道很營養 因為現在網路上有很多人 他確實會嘗試用番茄去 用電鍋去蒸 對 在網路上做得很簡單 就只有是番茄跟飯 等於說你只有蔬菜跟主食類 洪哥今天的搭配 其實可以學起來 因為他有用蛋白質 然後又有用蔬菜 然後又加了一點橄欖油 所以它其實是 減肥很好的一道料理 而且它沒有經過一些油煎 或者是說大火去烹調 所以小朋友吃其實也非常健康 那這一道菜其實也可以帶便當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 蒸過沒有不會跑 味道不會跑掉 不會 其實它不會跑掉 所以其實我覺得 洪哥你今天做這一道 倒是營養搭配還滿均勻的 給你鼓勵 對... 很厲害 而且我老實說 因為我在家裡做的時候 比較沒有那麼多的壓力 對... 因為我在現場做真的壓力很大 哪有什麼壓力 你剛剛不是就東西丟一顆而已嗎 因為有的時候因為 儀佩老師講 在旁邊我還是會有壓力 可是他一直在考慮說 這個什麼樣子 你就有點 要怎麼這樣子 然後儀里也會這樣子 我後來有跟妳跑棒棒的 對 但是後來 那過程當中是充滿壓力的 妳在家裡就好 三個女生一直 對 她一直在跳舞 最正面 好啦... 也難得看妳這麼認真 對 但是我跟你講 今天真的很開心 洪哥這一道 番茄海鮮燉飯完成 好 美琪姐 先用番茄這個食材 來幫我們做一個焗烤番茄中 這看起來外觀很漂亮 我們來看一下食材有什麼 來起司片兩片 番茄兩顆 義大利肉醬約半碗 小番茄兩顆 以及九層塔兩片 其實食材滿簡單的 很簡單 做法一定要比洪哥簡單 這個菜也很簡單 是 很簡單是不是 今天兩位來賓都是做簡單 對 一樣簡單 有時候就是 妳可能把這個東西 放進去讓它弄完了以後 我們中間還可以做一些別的事情 當然 食材有 好 怎麼做呢 其實它就是先去買兩顆這種大番茄 那我要跟大家講 因為小時候 因為我奶奶她有糖尿病 那她就有特別提到 我們今天準備有大小番茄 大番茄是屬於蔬菜 是 所以你可以多吃一些沒有關係 可是小番茄因為它是水果 它裡面含的糖分就比較多 所以你要 譬如說如果假設你有糖尿病 或者你要控制血糖的人 你一定要注意這個是要限量 對 那蔬菜的這個大番茄 最好還是要有經過加熱 加熱以後它的 茄紅素才會跑出來 對 才會跑出來 才會更營養 我們今天就是要用這個大番茄來做 其實我們在做菜它來畫畫 很棒 所以先把那個大番茄的 那個頭的那個地方 頭把它切掉 對 然後不要丟喔 我們一樣就是把它裡面 裡面的東西挖出來 等一下是要把它當作是 蓋子做作用 又美觀 然後浪費 而且挖出來也可以 額外做沙沙這樣子 對啊 對 小愛真的很喜歡玩這些 是的 然後你看就這樣挖 好 把中間挖掉 把中間給挖 挖空之後你看 它就是一個 一個空的碗 通常其實我會想要 把它加到肉醬裡面 這個肉醬我剛剛已經有 就是 已經有炒過了 就用一點點的感覺 然後呢 我會習慣先拿醬油 倒一些醬油 先把醬油炒香了以後 對 再把肉醬加進去 那那個肉醬是哪裡來 肉醬啊 其實我一直在講說 其實料理就是 做你想吃的味道 對 然後呢 其實像如果你做比較西式的話 你就去買那種意大利肉醬 意大利肉醬 對 然後呢 為什麼我都會先拌炒一下 因為我希望燒湯 燒汁 不要那麼水 對 因為其實那個番茄 已經水分很夠了 對 那或者是如果說 你喜歡比較中式的 對 我喜歡中式口味的 對 你就一樣是買這種中式肉醬 對 然後一樣就是下去拌炒 那像我是南部人 我很喜歡那種醬油的味道 鹹鹹甜甜的 可是如果它太鹹又不行 因為通常我們的肉罐裡面 是都有鹹味的 對 所以呢 我們就會用一點點 我會用一點點醬油去提香 對 然後但是相對的 我也會用一點點糖 下去降低它的糖 了解 有點像我們做滷肉飯的滷肉 對 對 因為如果是說你用現成的肉醬 然後再加醬油 可能會有點過鮮 對 所以用糖下去稍微給它綜合一下 對 而且你會發現喔 如果你自己嘗試你就會知道 如果你單純只用肉醬 直接加進去 就進去烘烤的話 其實那個味道好像就鹹一味 對 但是你有先把飯炒過有沒有 那個肉醬的更香 對 對 你喜歡中式口感 你就可以加一點點蒜末 了解 那如果像我是比較喜歡西式口感的 我就會比較 然後就比較會避免掉醬油 你看 我會把它加進去 對 大概7分滿 也不要先不要太多 因為我們等一下上面還要放棄什麼 對 Jasmine 你們兩位今天是來PK簡單的是不是 嗨 我跟你講 簡單的東西 好 我們讓Ryan也搬拿一湯匙 對 大家都有事情做 對啊 好棒 好的 謝謝你們 那像我們剛剛做的這個 就是我們剛剛挖出來的這個 裡面的這個番茄籽有沒有 對 通常我會把它剁很碎 對 然後加到肉醬裡面 然後呢 一起翻炒 因為我不喜歡浪費可以吃的東西 對啊 不要浪費食材 對 對 把中間 把中間那些番茄的東西 內心把它挖出來之後 對 然後把它切碎碎的 然後加到肉醬裡面去拌炒也可以 對 或者是你 對 你直接把它放進去也是 也滿好的方式 對 再來其實就很簡單的 我們有準備了兩片起司片 對 好 一人猜一個 然後我放 好 那因為我們這個 可以做給小朋友吃 對 他小朋友看到這個外觀就會很喜歡 所以我們可以準備一點點那種 愛心的 好月亮的 對 對 阿姨也非常喜歡愛心 對 好 在他們拆起司的同時 我們要來烤烤大家一個小嘗試 因為其實現在是番茄 很多人喜歡吃番茄 番茄很養生 但是你知不知道番茄要怎麼保存呢 我來烤烤洪哥 下列何者 大番茄的保存方式是 作物的呢 下列何者 大番茄的保存方式是 作物的呢 A 堆放起來用塑膠袋包裹 B 擺在陰涼處通風 C 擦乾表皮沾濕的水分 洪哥請作答 應該是 應該是 擺在陰涼通風處吧 洪哥說擺在陰涼通風處 恭喜你答錯了 妳果然是不會做菜的 等一下… 那我問一下佩琪姐 A是錯誤的 因為我們光只是看 妳用分析的 一顆番茄這麼大顆 水分這麼多 妳一顆一顆壓下去 它很快就會爛掉壓壞了 對 所以要分開 妳有聽過人家疊啤酒塔 妳有看過人家疊番茄塔嗎 就是啊 對不對 她只有看過人家疊罐頭塔 罐頭塔 罐頭塔啦 妳的口氣好像在 妳在哲罵妳兒子的感覺 妳有聽過 不好意思… 大哥… 不是 因為我很少下廚房 對… 妳是沒有下廚房 所以A是錯的對不對 對 因為如果你一顆一顆疊起來 其實下面會一直被壓到 壓到之後 如果你放在冰箱 它會慢慢出水 出水之後 它就會影響到上面 會整袋都爛掉 所以其實它不能疊起來 它最好的方式是說 如果你買回來的番茄 它是稍微有一點硬的話 其實你可以先放在陰涼處 對 擺個一兩天 讓它稍微變軟了之後 你就可以把它放到冷藏 在冷藏之前 你可以先把那個 用餐巾紙 把外面的一些土 或者是水分把它擦乾淨 對 但是放在冷藏的時候 你盡量是一顆一顆放好 用塑膠袋綁起來 留一點空隙 讓它比較不容易壞掉 了解 洪哥妳有上到一課了 有… 好 那佩琪姐現在在做什麼呢 我現在就是剛剛小朋友 幫我們完成了這個壓液 好漂亮 對 把它放到裡面去 對 Jasmine妳可以把愛心放上去嗎 放在上面 這樣子 等一下我們就可以拿下去烘烤了 我覺得這個光是外觀 看起來就很吸引人 對 很可愛 不管是女生 或是小孩子都會很喜歡 沒錯 妳喜歡愛心嗎 好… 好… 然後呢 其實就是小番茄 我們也是準備一下 就是給它切對半 對 小番茄要用什麼用呢 小番茄等一下呢 妳也可以送進去一起烤 對 然後但是呢 妳也可以等它出來的時候 我們再把它放在上頭 對 好… 那妳烤的時候 也要蓋蓋子嗎 烤的時候 其實妳可以蓋也可以不蓋 它就是… 就是這個就是一個很自由自在的 一個配置方式 對 其實這個蓋子 因為我們把它切很小 所以它等一下可以吃的部位也不多 那所以呢 如果是我的話 我通常不會蓋 因為以免我等一下烤完出來的時候 要把蓋子掀開 起司就變形了 了解 所以盡量可以選擇不要蓋 對 可是如果說假設說 我弄好了以後 那我要端上桌 我們就放著一個美觀 這樣是OK的 我覺得這道料理 不僅僅是小朋友看了很喜歡 然後吃了很好吃 重點是 妳在家裡驗客的時候 妳拿這個出來 就覺得很有面子了 那其實簡單到不行 而且妳不用花這麼多的時間 做一個大菜 是 那這個東西呢 妳就是把它 我們這個烤箱的溫度 調到160度 稍微預熱一下下 妳就把它放進去 是 那大概烤5到10分鐘 妳要稍微盯一下爐子 了解 如果外皮這邊 開始有一點軟軟的 開始有一點點收水了 我們就可以把它拿出來吃 好 了解 所以我們剛剛 已經烤了一個出來了 我們來看一下 成品長什麼樣子 非常有份量感 是的 這個連我們大人吃一個就飽了吧 對 對不對 而且又很營養的感覺 然後上面有愛心的 妳看我們有準備九層塔 就是妳烤完的時候 妳可以把九層塔放上去 但或者是妳在快要烤完的時候 妳也可以就先放進去 了解 增加它的香氣 我剛剛有說 我們今天做的是 比較偏中式味道的 如果你喜歡西式的 妳就可以放一些 例如說羅勒葉 可是羅勒其實跟九層塔 吃起來感覺很像 其實有點像 對 然後或者是 我會用薄荷或檸檬草 了解 好 佩琪姐做的這個番茄中 非常可愛 然後吃起來相信 營養成分也滿高的 伊莉幫我們分析一下 其實這一道很標準的 是偏向地中海料理 地中海很健康 對 因為地中海 我們吃很多那種紅色的番茄 對 但番茄其實料理有一個特色就是 它確實可以加熱 然後用油炒 用油其實可以把裡面的β胡蘿蔔素 維生素A的吸收率提高 所以它其實很適合 剛剛我們肉醬其實已經用油了 起司本身有鈣之外 它其實還是帶有油脂 所以兩個混合在一起的話 其實它的營養成分吸收率是提高 所以小朋友可以護眼 如果是家裡有想要減肥 但是有想吃一點紅肉的話 其實我覺得用大番茄 它確實是蔬菜 它熱量是比較低的 所以它其實可以整顆一起吃 熱量其實不會太高 所以媽媽可以吃 全家大小可以吃 我覺得到這一道 倒是宴客真的非常好 家裡如果說晚上有客人來 其實晚上宵夜也可以用一點這個 是 但是如果說它想要跟主餐一起搭配的話 是不是少了一點什麼 因為它其實裡面第一個 它有滷製品的這個起司 然後還有蔬菜 還有所謂的肉類蛋白質的部分 然後它有加好的橄欖油 它就少了所謂的澱粉的東西 所以如果是比較偏稀式的話 其實你可以用一點 比如說像馬鈴酥 對 或者是南瓜類的東西 其實把它一起搭在一起 如果你比較偏 比如說有一個 它會用一些麵包丁 像有的它那種地中海 就用麵包丁 其實都可以放進去 對 好 這道料理是營養很滿分 而且滿適合大人跟小孩都一起吃 到底這兩道料理 誰比較能夠擄獲小孩的心呢 接下來我們就要進入 評審時間 這一集非常刺激 洪哥做的番茄海鮮燉飯 要PK的是佩琪姐的焗烤蕃茄中 到底誰會獲勝 小朋友可是不會說謊 我們趕快來試吃時間 洪哥 別說我對妳不好 因為佩琪姐的那一道料理 口味比較重 我先讓小朋友吃妳的 以免他吃了它了之後 妳的就給它弄到地上 妳不用擔心 妳真的喔 我很有信心 真的喔 我跟你講我覺得我一定會贏 因為光是外表我就贏 對啊 小孩這麼喜歡 不過洪哥很認真 我們就給他一個機會 小孩子還是喜歡爸爸 我們先吃這個小碗這樣好不好 先吃妳 不行 快點 一定要吃 趕快吃一口 來 先吃這個小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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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先幫妳小碗 哥哥啦 好 蘭安好吃嗎 好吃 好 Jasmine好吃嗎 妳是吃哪個不好吃 好吃 妳覺得不好吃嗎 要不然再吃一口 再吃一口就好 Rachel覺得好吃嗎 好吃喔 好吃 就是有人喜歡 有人不喜歡 不要難吃 那接下來我們吃這個 有沒有 上面有起司的這個 好囉 她的表情好無奈 好嗎 宜貝姐為妳吃一口好不好 我幫妳弄 妳不只為她吃起司 讓她吃番茄 沒有 我要讓她吃番茄 來 好棒 我最愛妳 好吃嗎 Jasmine 那個 Rachel妳有吃嗎 有 妳有吃番茄嗎 有吃番茄嗎 妳吃番茄嗎 妳要不要吃番茄吃一點點 不要喔 妳不喜歡吃番茄嗎 裡面有肉肉耶 一小口 宜貝姐姐姐姐 好好吃喔 它是我的血粉 這上面也有起司 妳點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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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勉強她 其實妳要放棄 好 好棒喔 OK 都有吃囉 但我們來聽聽那個 預測很準 一向預測很準的伊莉 伊莉幫我們預測一下 我好不敢預測喔 捨不得鴻哥喔 我那麼慈祥 我都很親和力對不對 我跟鴻哥認識也滿久 對啊 來... 如果你講個不好的話 唯永也放在心裡面 所以 我好不敢預測喔 捨不得鴻哥喔 我那麼慈祥 我都很親和力對不對 我跟鴻哥認識也滿久的 來... 如果你講個不好的話 唯永也放在心裡面 所以 尤其是營養師這樣講 他已經有一個答案了 這是我專業的講好了啦 就營養價值來講的話 說實在 如果是給小朋友吃的話 鴻哥那一道 確實是營養滿分 因為他有飯有菜又有肉 所以其實很適合小朋友一餐的營養 他整個幫助成長是非常好的 如果是以佩琪這一道的話 其實它是適合比較偏向於是 小朋友的點心 因為小朋友的點心 其實適合有一點蛋白質的東西 然後他又把這個 番茄的維生素A 把它整個吸收率提高 其實對小朋友護眼來講 是非常好的 所以各自有優點 不過如果真的是 以我們平常這樣子來看的話 好好講 妳剛剛有吃對不對 不要威脅人家 沒有... 我投鴻哥 但是小朋友會投配期 沒有 他希望營養多一點 鴻哥你現在是什麼 你現在是什麼動作 不是 我都覺得到 其實這人間好溫暖 妳是屬於熟女掛的 對... 對... 但是妳的經驗沒有關係 妳覺得人間很溫暖對不對 那是因為我們大人會說謊 妳來看看小朋友最後會投誰 雖然是投票心理也是太多 右邊那個是有起司的 左邊剛剛那個是范范 好 來 請投票 謝謝 好 亂回來... 回來做好 那個左邊是范范 然後右邊是那個 剛剛有起司的 好 請投票 謝謝 妳看一下洪哥的表情 小孩子真的好天真無邪 她都沒有看我的表情 妳鐵粉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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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chel 我們來投票囉 好 右邊是起司的 然後左邊是剛剛有吃到的飯飯 飯飯 好 請投票 妳看 妳看 小公主 她沒有看妳 小公主 她沒有看妳 妳剛剛妳有覺得兩個很難評分嗎 不會很難評分 有一個特別好吃是不是 是嗎 妳也幫我們投票 好 好囉 好好吃喔 妳怎麼有一種被逼的臉 對啊 為什麼會臭臉 如果說妳有受到任何的威脅 這一票我是不願意拿到 真的 我不願意拿到 妳不要這樣啦 妳好不容易得到小朋友的票 不是 因為妳看她這把那個 把妳全部吃完 我還剩那麼多 然後她把票投到我這邊 是妳的話 妳不覺得說有點同情的意味 當然我問一下Jasmine Jasmine為什麼妳後來投那個范范 她說范范比較好吃 對啊 真的喔 我記得妳好可愛喔 對 表示我們兩位小公主 從小就很懂得 一一樣均衡又要養 真的耶 對不對 但我今天非常開心 可以看到洪哥第一次做料理 是拿到了平手的成績 接下來妳就可以好好的 常常進廚房幫妳老婆了 對… 但是我覺得有些女孩子 老公願意進來廚房的時候 多給一點苦 是 不要多一些 對 要不然我們進去馬上就出來了 她現在就一直在困難 她老婆在家庭 對… 洪嫂… 今天妳的教導之下 洪哥成功囉 謝謝洪哥 謝謝佩琪 謝謝依莉 就請了 下次見囉 拜拜